大家好,我是超子 在您心中有哪些素菜百吃不厌呢? 在我看来,这道炒土豆丝可算是当家素菜 那么土豆丝怎么做,爽脆又好吃呢? 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这道经典素菜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准备两个大号的黄心土豆用削皮刀去掉外皮 处理干净以后,先在土豆的一侧切上几刀 这样切的时候,土豆就不会滚动打滑 先把土豆切成薄片 不要求切的有多薄 但是最好薄厚均匀 全部切好以后,将土豆片满平,再切成细丝 切土豆丝也是练习刀工的最好方式 事实证明,用刀切的土豆丝比擦板擦的更好吃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清水中浸泡 防止氧化变黑,土豆丝更脆 再来一小根胡萝卜,先切成薄片,同样切成细丝 放胡萝卜,不仅可以搭配颜色,还可以增加营养 切好以后,跟土豆丝放在一起,在水中浸泡 经过清水浸泡以后,土豆丝就全部支冷起来了 再来一个尖椒或者青椒,洗净,去嘴去瓣 用刀轻轻的拍晕,同样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三四里打蒜,趁其不备,拍云躲碎 小葱,洗净,切成葱花 不能吃辣的同学,少放两个干辣椒,锻炼一下 材料全部备好,接下来开始制作 酒店炒土豆丝,一般都先焯水 这样可以减少炒热的时间,做出来更加爽脆 家里面做,不焯水,直接炒也是可以的 锅中做水,水开以后,放入土豆丝,在锅中烫十几秒钟 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煮太久,土豆丝,吃着会发面 煮好以后,烙出控水,把水倒掉,另起锅,锅烧空气 烧着毛烟以后,放入少许油 很多朋友炒土豆丝粘锅,就是这一步没有做好 炒菜时,锅不够热,先用油,热面锅的全身,把油烧热 油热以后,放入几颗灵魂花椒 土豆丝跟花椒可是绝配,千万不能少 把花椒炸至奇黑麻糊,炸出香味,烙出残渣 随后,放入准备好的蒜末,葱花和干辣椒 小料炒香以后,迅速放入焯水的土豆丝 土豆丝要想做出来,更加爽脆 要分两次,放入白醋 刚下锅时,烹入一点白醋,开大火快速翻炒 少许生抽酱油呛锅,提前提味 因为土豆丝已经焯水了,所以不要炼战 简单翻炒八两两下,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味精,一点点白糖,中和味道 再放入准备好的青椒丝,第二次沿着锅边,拎入白醋,继续开启自动旋转模式 大火翻炒,烹出醋香味 出锅之前,再放一点蒜末,拎上与葱油或者香油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一道酸辣脆爽,下酒下饭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了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赶紧做给您 心爱的人吃吧,咱们在内,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